你好 欢迎收看2月26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贵 228连续假期第一天 华联各大景点都陆续出现的人潮 不过在交通部分还是算顺畅的 警方也针对热门景点 周遭还有容易塞车处来加强疏导工作 要确保民众的行车安全 228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华联市区虽然没有爆满的人潮 但在各大热门景点 依然是吸引到不少游客踩点驻足 加上难得的好天气 更让不少家长都带着小朋友 前往远雄海洋公园游玩 预计在26号整天 路员人数可达3500人次 苏花路郎从26号一早5点左右 就陆续出现南下车潮 公路总局预估 全日南下车流量将有14000多辆同行 228首日目前金光车南下车流 目前有争对的情形 面对廉价车潮 除了新城警分局 针对台九县 蜀华路郎 中横公路 台14甲县 及骑行潭 逢景区等重要景点 规划多处定点 疏导与机车巡逻 疏导岗位外 华联警分局也在金三角商圈 市区中央路段 以及郊游 比京路线加强部署 就是为了舒缓交通 严防酒驾 确保用路人安全 记者 徐立晴 华联系报导